这是个得了绝症的亿万富豪 他剃光头发 准备开脑切肿瘤 富豪满嘴抱怨 怎么就没人来看自己呢 只有个助理在旁陪他打杂 手术成功率只有5% 但富豪却意外撑了下来 可即使成功了 他还是很生气 因为病房里还住了个黑人 黑人是个底层修车工 没多少钱却读过很多书 妻子跟他很恩爱 每天都会带饭菜来看他 这可把富豪看得羡慕极度恨 嚷嚷着要驱逐单间 但你忘了 医院是你开的 规矩也都是你的定的呀 富豪很不爽 当晚就叫助理端来豪华大餐 丝毫不知道等会要发生什么事 但久而久之 富豪发现这黑人还蛮不错的 整天捧着本书安安静静 哪像自己天天吵着吵呢 只是有事化疗带来的副作用 今晚黑人痛到冷汗直标 明天富豪就痛到咬牙切齿 同病相连的两人 很快就聊起了天 不仅一起打牌 还一起去逛街 他们无所不聊 聊家人聊事业聊梦想 然而这晚 医生却带来噩耗 富豪还能活六个月 黑人还能活一年 两人表情沉重 面对生死 赚再多钱 有用吗 等到隔天一早 富豪就从地上捡了张小纸团 那是黑人写的医院清单 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 笑到流眼泪 见到真正的神迹 啥呀 你这也太老了吧 富豪拿起笔天上几条 去高空跳伞 开赛车 亲吻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有点花心 但也还不赖 随即富豪提议 两人现在就去完成医院 反正大把钱随便浪 可黑人有些害怕 自己跑啊 妻子可怎么办 富豪表示 虽然有家人陪伴很好 但自始至终 他们也什么都做不了 与其带着等死 干嘛不去完成愿望呢 这下 即使妻子极力反对 黑人也都心意已决 他要和富豪一起 完成医院 而第一项 是高空跳伞 这个黑人只有半年寿命 却跑来玩跳伞 就算他大喊着不跳了不跳了 但也还是被猛地推下 而只剩一年可活的富豪 他怒吼一声 就一跃而下 两人保持平行 黑人更是破口大骂 结果黑人紧张过头 早早地就开了降落伞 富豪倒好 久久不开伞 惹得教练破口大骂 好在 两人最终平安落地 第一项医院也顺利完成 接着他们换上车手服 跑到赛车场玩赛车 黑人笑得直乐呵 来了一手碰碰车 反正是富豪全款买下的车 管你报废不报废 之后两人坐上飞机 开始了环游世界 他们去到海滨城市 在顶级餐厅吃鱼子酱 去到非洲大草原 近距离观察动物大迁徙 还去到埃及金字塔 以及印度太基林 渐渐地 两人也开始了解彼此 富豪有个女儿 现在已经断绝了关系 只因对方嫁给了个家暴男 为此富豪找人痛扁了家暴男一顿 让其离女儿远点 而这也导致了 他和女儿几十年没再相见 黑人听完 就在清单上加了条 和女儿再度联系 可富豪很生气 当场就和黑人吵了一架 结果倒好 黑人胸前的导管脱落 流了一衣服的血 富豪很是心疼 赶紧把他送回酒店洗澡 而这时 黑人的妻子打来电话 恳求富豪将老公还给自己 他不希望老公死了 自己却不在身边 于是富豪劝黑人回家 但对方却说自己对妻子的感觉 早已不像当初那般轰轰烈烈 尽管自己还深爱着妻子 可如今却感觉一切都变了 富豪拗不过黑人 只好再度启程 来到了喜马拉雅山 黑人的愿望 就是攀上顶峰 见证一次神迹 但坏消息是 由于暴风雪来袭 要想登峰 最迟都得等到明年春天 黑人有些难过 但医院还得完成 他们下一站就是香港 这晚黑人独自在餐厅吃饭 却被一个美女搭讪了 美女看着眼前的老头 黑人愣住了 他感到受宠若惊 但正是美女这句话 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美女起身离开 黑人则跑去找富豪 说咱们回家吧 你刚找的那人 让我想起了家人 于是两人回到国内 但下车的地方 却是富豪女儿的家 原来是黑人安排 想让富豪和女儿重归于好 可这又让富豪大发雷霆 他不敢以一个将死之人的身份 面对女儿 甚至气得当场 把两人的遗愿清单给撕碎 然后便怒气冲冲 独自一人回到了那冷清清的大豪宅 而黑人回到妻子身边 饭桌上 一家人温馨无比 黑人看着这一切 内心也温暖无比 对比于富豪 即便他找来美女陪伴 内心却还是感到空虚 站在窗边哭了起来 晚上 妻子想和黑人来断速度与激情 趁着妻子去打扮 黑人则坐在一边摆姿势 哪知等对方出来后 他却病情发作倒在了地上 随即富豪接到消息赶到医院 医生告诉他 黑人的癌细胞迁移到了脑部 手术成功率十分低 而等富豪见到黑人时 对方已经剃光头发准备手术 但黑人给了他一张纸 写着富豪最喜欢喝的咖啡 其实是从野猫的粪便加工出来的 黑人听完 立马就笑到无法自拔 富豪看着 也跟着大笑起来 接着黑人拿出粘好的清单 划掉了那条笑到流眼泪 他轻轻说道 之后的愿望 就得靠你完成了 而和预想的一样 黑人最终没能挺过手术 离开了人世 因此 富豪为了完成清单 他找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 而看着小孙女走出来 他一时间手足无措 唯有亲了亲小孙女 那条他自己写的 亲吻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也就此完成 之后在黑人的葬礼上 富豪为其做道辞 而他 也化掉了黑人的遗愿 用善意去帮助陌生人 几个月后 富豪也离世了 他的助理来到喜马拉雅山山峰 将两人的骨灰放在了一起 这 就是最后一项 见到真正的神迹 对于死后是否会上天堂 古埃及人说神会问两个问题 一 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过快乐 二 你这一生又是否给别人带去过快乐 对此 我相信这对素不相识的好友 绝对会在天堂相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遗愿清单》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